哈喽大家好,我是刘二世 今天上回给大家说,上来说到帮着小品帮人的徒弟代打 其实代打之前呢,我们俩之间有个协议,就是口头之约 就是说答应红了免之后呢,给我一半 然后呢,因为当时走的时候呢,我挺累的 就是头晕脑胀的,就是说累,然后回酒店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呢,我就给他取一电话 我说昨天咱们那个什么,挺happy玩的 我说昨天我这实在是真的头晕脑胀的 那个,觉得那什么,太累了 那个,有点那什么不好意思,就唠叨就走,说没事 然后我说那个什么,昨天咱们不是说好了吗 说那个红了免分我一半 那个小品帮人徒弟说,啥时候跟你说好了呀 那啥时候说分你一半了,你这 怎的,哎呀,静苏呢我听不懂,你看 他这一说呢,我心里头呢就凉了,就咔噔一下了 其实呢也在情理之中 就是这些人嘴里头就,就是说你什么事啊 你口头之约是没有用的 哪怕你白纸黑字写在上面 有些时候他们都反悔 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他们这个圈子里头 啊,谁管谁借钱,欠钱不还的 包括谁帮谁演出那个,不给结账的 啊,包括像那会儿有一个叫二压平台嘛 那会儿有一个大主播叫天佑 啊,那会儿谁要想跟天佑联一次卖 两个W,啊,就是你得差不多给人刷两个W的 人才给你连呢 或者说背地里给人转点钱 转这两个W,人才给你连呢 什么连完卖不给钱的呀 互相欠账的呀,就是 就没实话,都是这么互相忽悠 啊 我说那什么 我说你这就不讲究了 咱昨天说好了 他说没啥讲究不讲究的 啊,我跟你说 你这记错了 啊,你 你那有事没事 没事 咱 我没空给你那闲扯 我还没说呢 人那边电话挂 啊,这一下呢 就我弄得心里头挺憋怨的 白忙了 啊,虽说代打我没有成本 但是你说 哎呀 但是话说回来了 这个呢 就也有点我自己的问题 我那会儿呢 年轻啊 二十几岁 老想攀高枝抱大腿 啊,就是人家认识点什么 有钱的呀 有地位的呀 有名气的人啊 哎,就要跟他交朋友 啊,建立点关系 希望以后呢 人家能照顾一下咱们 啊,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 其实事实上呢 就是说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呢 那我活明白了的时候呢 就是这些 所有比我有钱的 有地位的 有名气的人 其实 基本上到现在 我就视这种人为空气啊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你跟他不在一个层层级上的 跟他不在一个圈层上的 基本上你在这种人身上 你占不着什么便宜 而且还有可能吃亏 不是有可能 是肯定吃亏 这种人只为消耗你 啊,其实这就好比你是 追小名言 你非要跟狮子老虎做朋友 那你说你 你这不是那什么 羊肉虎口呢 对不对 但是那会儿呢 我不明白这个道理 啊,那会儿见着点名人啊 见着点有钱的人啊 我老爷跟人巴结巴结啊 一回去呢 就跟别人吹牛 啊,就说那个 我认识谁谁谁 啊,然后有时候跟人合个照 啥的 把手机掏出来啊 你看 我跟奶奶哪个名人合影啥的 啊 事实上呢 就是 就是虚荣心作祟 啊,也加上那会儿 想那个什么 想混好点 啊,想往上爬 啊 啊 他这么着挂了呢 我挺生气 啊 气得我楼下买了包烟 跟楼下抽门烟去了 就是去去那个 酒店下面 嗯 25个W没了 啊 愤怒呢 还得靠自己啊 就是 万丈高楼平地起 灰光只能靠自己嘛 啊,我呢 又去 找这个 找了个去菜市场找明灯 找明灯去了 啊,当时那个 呃,在菜市场里头转 啊,转 然后找着一个中年男子吧 啊,就是他这个面相啊 就鼻子这会儿长了一个黑雾啊 就跟这儿趴了一个苍蝇似的 呃,其实呢 这个人长雾子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啊,整脑门上呢 就整这个 人的面相分三庭五眼嘛 上庭 中庭 下庭 啊,就是从脑子底到眉毛这儿是上庭 从眉毛这儿绕鼻子尖这儿中庭 鼻子下边绕整块下部颗这儿是下庭 你长到上庭跟下庭都没有事 啊,就有的 你看长到上庭的人啊 他是有福治人 尤其是眉毛里头长颗痣 或者脑袋上长颗痣 那都是有福治人 长到下边呢 有的人嘴角长痣啊 或者下巴这儿长痣 这种人呢 比较奸诈小气 就是能算你心眼小 但是唯独长到中间这种人命运不好 啊,就是 反正就是命运不好 要么就是没钱 要么就是家庭 不幸福 就是父母上那边不幸福 要么自个儿婚姻不幸福 啊,就是就是这样的 反正就是长到鼻子上有黑雾的那种人 运气一百不太好 当时呢 我就跟着这个哥们呢 就这个中间男子呢 拿他当反当局啊 他推红 我就推蓝 他推蓝 我就推红 啊 他呢 是黑多红少 我呢 就是红多黑少 啊 呃,有那么半个两小时吧 我这点名 从他 就是拿他当反当达 红了八个W 啊 啊 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 你在妈 就是说我在妈 就是心得 就是你你坚定看准了一个灯 甭管说你拿他当反灯打上来当正灯打啊 你就 一条路走到黑 啊 一条路走到黑 尤其是这个 拿他当反灯的 就直接打到他 洗白了 或者说他离开这台子为止 啊 当时我就打了他离开这台子了 我红了八 八W 然后我就 打翻那神了 因为那会儿也快那神了 一个是那个 呃,就是 停留不是就七天呢 也快到七了 再有一个呢 我哥们灌超过来一电话 啊 就问我能不能借他十个W 说公司啊 要运作要用 啊 因为灌超呢 是我从小的一个发小 关系特别好 啊 呃 从学生时代 就是就是同学 然后一直到工作了 二十多岁 小三十岁 包括到今天 我们都是特别好的朋友 就是能 能从学生时代 成为朋友 一直发展到中年人的时候 还是朋友 这样的朋友很少 所以呢 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呢 是聚足轻重的 所以呢 他说十W 我很爽 我就答应 答应一下 然后呢 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很快 啊 我说差不多明天吧 明天咱见面 我说今天可能回一时候有点晚 他说行 然后我就开始订机票 去酒店收拾好行李啊 拉着那个行李箱 然后就准备走 然后 等我在那个酒店 不是就在那个 对 酒店蒙头那 不是有一个百度车 就是那个 发财车 那个等候区那 啊 等那个发财车 我要到机场 然后那个 就听见有人说 哎 二手哥 你别走 我要干上哪去 我一听这声 就是那个谁 小徒弟 小小品牌的徒弟 啊 啊 然后当时呢 就 我一听过 他过我叫二手哥 我就觉得不对 啊 在妈哥这个地方啊 是非常非常现实的 你有钱的时候 或者人家有有求于你的时候 可以叫你是先生啊 小姐呀 哥呀 姐的 啊 等你哪天你在这黑了面 啊 你瘫痪了 啊 你去置地吃泡面去了 啊 或者说你女的 你去置地那个瘫痪以上坐上去了 你看看人家怎么称呼你 啊 当时他称我一身哥 我就知道 就这一身哥 我全明白了 啊 你得妈哥混那么多年 就是说你要有这个觉悟 就是说这个悟性 叫我这一身哥 第一他有求于我 第二他肯定黑敏了 啊 第三他想让我接着帮他带打 然后我说这个 我这个快到期了 啊 我说我这个我得回去了 在我家里有事 啊 他只能停留七天 我说你那是不是也快到了 你得赶紧走吧 我说 没事 他说 咱哥俩 谁跟谁呀 他说那个什么 那个今天上午说话的时候有点冲 你别往心里去啊 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说没事 我说那个什么车就来了啊 我赶紧走了 然后呢 他这么着啪啦 拍着我肩膀 别走啊 那个 你过来过来 然后一摟我肩膀 那个 昨天玩的挺好的 你能再帮我一下吗 我说帮什么呀 我这车来了 要走了 他说你你来帮我一下子 我知道他黑面了 啊 我知道他黑面了 然后我说不行 我得上车了啊 这时候呢 就是车已经停在那了啊 然后那个 他说 我说我得回家去吧 他说你这样你就不仗义了 我跟你说你今天你要走了 我跟你说啊 你真就不讲究 就是说这个不要脸的人啊 他的不要脸成都会超出你的想象 你知道吧 或者说这个不要脸的人 他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不要脸 他对自己的这个不要脸 他是没有认知 和自知之明的 他让我帮他带打 答应红了脸之后分给我一半 啊 然后那个 我事给他办完了 他一分钱没分给我 我要走了 他想让我接着给他带打 啊 我说不行我得走了 他说我不讲究 就这种人啊 就是说 那会真的就是啊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我当然体会到了 真的就这些 能混得好的人 就是尤其能从底旁混上来的人 都是这个得意的啊 都是没脸没皮 啊就是就反正就这样吧 啊就这种大家都能理也就这种 那会呢 我说 那会我就挺恼火的啊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他肯定觉着我人太好欺负了 就是脾气太好了 他已经去吃吃透了我 就是人跟人之间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 互相会寻找这个边界的啊 就是说他会试他 你哎 这个行不行啊 那个行不行啊 如果你全拿来 行没问题 哎 这个我给你办了吧 可以 他就会得寸进尺 啊 你要跟他表明你的立场 就是说这个事 不可以办啊 这是我的立场 这是我的边界 你不可以约过这条界来 啊 当时呢我没有那么多经验 我就觉得他是个小网友啊 啥的啊 他他他师父挺有铭记的 我就觉得 就是我放低一点姿态啊 愿意跟他套近乎 大家能成为朋友 其实那会我错了啊 其实人 跟谁你都要有边界感 你没有边界感 人家就吃定了你了 觉得你这人没有这个 就是没有这个 自身的这个定力啊 或者说你 你没有这个自己的主观意识 啊 人家就是拿捏你 就会拿捏你啊 就会更得寸进尺的 从你身上去获取他想要的价值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呢也想明白这个事啊 啊 我就是觉得我要 如果说今天他让我留在这 我就又回 扭头回去给他带打去了啊 以后他不定还要怎么着我呢 我说我把他手扒拉什么一扒了啊 我说我得回去了啊 其实你说啥都不好使了啊 车来了我走了啊 然后我偷偷偷拿着行李 上了车啊 走了 然后飞回北京之后呢 到了第二天 我们滚超哥呢 约着去那个 一个小酒馆啊 把那个十个W呢 给他送过去啊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给大家说到这儿啊 下个视频我继续给大家讲 拜拜